如果人造人篇来找悟空的不是特兰克斯 而是孙悟范 龙珠的故事会怎么发展呢 悟空和贝吉塔感受到恐怖的栖息靠近地球 于是他们纷纷去了地球 一个月后 一艘飞船降临地球 看着从天而降的飞船 不耐烦的贝吉塔直接一发气功波发出 瞬间宇宙飞船就在空中爆裂 烟雾散去之后 空中出现三道人影 正是弗丽萨和他父亲库尔德 以及他的哥哥古拉 弗丽萨看到贝吉塔 身体不自觉的有些颤抖 因为他清晰的记得 当初贝吉塔也变身成为了超级赛亚人 而且自己面对他毫无还手之力 库尔德王则对悟空和贝吉塔不屑一股 他认为当初是弗丽萨太大意才会输掉 而且就算超级赛亚人真如传说中一样厉害 库尔德王相信 三对二 他们胜率已久 而古拉看到弗丽萨害怕的样子 他妈的声废物 就上前准备动手 他要在库尔德王面前证明自己比弗丽萨强得多 古拉静止冲向贝吉塔 贝吉塔嘴角露出一丝不屑 突然消失在原地 古拉只叫得胸口一痛 人就飞了出去 古拉从地上爬骑 他脸上出现了少有的惊慌 为了不在库尔德面前丢脸 他直接变身完全体形态 他的战斗力也来到4亿7千万 他冷冷地看着贝吉塔 该死的野猴子 接下来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后悔 古拉直接汇聚出超新星 看到这一幕 库尔德王摇了摇头 他招呼弗丽萨准备离开 贝吉塔直接变身超级赛亚人 也发射出大爆炸的攻击 看着自己的超新星被推了回来 古拉脸色瞬间吓得惨败 在难以置信中 古拉被卷入爆炸中心 身体瞬间化作尘埃 此刻 弗丽萨再也忍不住 身体剧烈地颤抖起来 虽然他一直不服古拉 但是他知道古拉的实力 这一刻 弗丽萨对超级赛亚人的恐惧到达了极点 贝吉塔看着弗丽萨害怕的样子 不懈地憨了一声 要知道 他对付古拉 还没有用权力呢 库尔德王见到自己的儿子被杀掉 露出一丝意外的神情 但随即他笑了起来 他没想到小小的地球上 居然同时拥有了贝吉塔和悟空这对卧龙凤雏 把他的两个儿子都打败了 但下一刻 库尔德王怒喝一声 他居然也跟弗丽萨一样 开始了变身 一股极强的力量从他身上散发出来 席卷了整颗星球 悟空感受到库尔德王的力量 脸上瞬间冒出冷汗 他能感觉得出来 库尔德王的气息比起弗丽萨 强大的太多了 他的战斗力已经达到6亿了 而另一边 一个神秘人正在暗中观看他们的战斗 这个神秘人不由的感叹 弗丽萨一族的终极变身 真的是非同小可 不过贝吉塔的力量更强 神秘人推测 此刻贝吉塔的全部力量 已经可以媲美主时空的17号和18号了 贝吉塔这边 他看着库尔德 内心奔发出一丝兴奋 他问库尔德王 这就是他的终极形态嘛 得到肯定的回道后 贝吉塔忽然冷笑一声 他也准备使用全力了 贝吉塔之前 利用了美克星的资源 修炼了几个月 他的实力又有精进 但他一直没有机会使用全力 这一次 他正好可以看一下 自己现在到底有多强 一声怒吼从贝吉塔吼千发出 他身上爆发出不落于库尔德王的气息 下一秒 两人进入到飞快的激战中 双方的拳头不停的对撞着 一番交手下来 两人都受了一些轻伤 贝吉塔擦掉嘴角的鲜血 与强者交战的兴奋 使得他的血液不停的沸腾着 而库尔德王真面容严肃 他本以为他的终极形态 实力可以纵横宇宙 但是没想到 贝吉塔的实力居然可以与他比敌 他默默地握紧了拳头 贝吉塔看着库尔德王 他知道对方是要出大招了 库尔德王瞬息一口气 一个太阳般的能量球在他掌中形成 贝吉塔看着库尔德王的超新星 有些苦笑不得 这一招 弗利萨和古拉都对他用过 只不过一个身体被吠 只用使用机械身体 一个直接化作宇宙灰尘 他很想知道 库尔德王使用这招之后 会有什么下场 库尔德没有搭力贝吉塔 而是不停的汇聚能量 贝吉塔也感知到库尔德身上的气息 在飞速增长 终于库尔德的超新星完成了 而他也使用出全功率状态 库尔德的战斗力来到6.8亿 而贝吉塔现在的常态战斗力是1300万 他的超赛变身战斗力为6.51 就在贝吉塔准备再度爆气 与库尔德王对波时 一道黑影出现在他身前 那人单手伸出 直接挡下库尔德王的超新星 然后水手一挥 就把库尔德王的能量轰了回去 就这样 库尔德王也死在自己的绝招之下 贝吉塔看到这一幕 行踪一惊 因为他看见来人的脸 和双污犯那个小鬼掌的 如此相似 这时候 贝吉塔又详弃那美克星认大长老的话 大长老告诉贝吉塔 那个能够改变他被杀命运的人 就在这附近 难道眼前的人 就是大长老口中的神秘人吗 就在贝吉塔尘尸的时候 那人转头对着贝吉塔笑了起来 他让贝吉塔不用担心 他是孙悟空的儿子孙悟范 他来自未来 贝吉塔听到这话 更加震惊了 这家伙居然真的是孙悟范 而且他身上的力量 让贝吉塔感到害怕 连自己都不一定能接下的超新星 孙悟范居然没有变身超赛 就轻松拦下 他说他来自未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却在这时 悟空也来到这里 因为他刚刚去解决弗丽莎了 因此并没有看到未来悟范的表现 他指着未来悟范 问贝吉塔 他是谁 在德士来人是自己儿子之后 悟空经的下巴都快掉下来了 随即悟空就要拉着未来悟范去较量一番 因为他从未来悟范身上 感受到强大的力量 然而未来悟范却神情严肃 他告诉贝吉塔两人 他这次来时要告诉他们一个重要消息 那就是三年后 地球将会迎来一个超级强敌 听到这话 贝吉塔神情也凝重起来 而悟空则傻傻地一脸期待 他问未来悟范 那个强敌到底有多厉害呢 提醒那个强敌 未来悟范的身体 居然情不自禁地颤抖起来 随即他变身超赛 未来悟范身上爆发出恐怖的力量 这股力量已经超越了 在场所有战士的总和了 悟空和贝吉塔都被未来悟范身上的气息 听到说不出话来 未来悟范缓缓缓收起气息 他告诉贝吉塔和悟空 以他这种实力 那个时空里 地球和地球上的森林 包括贝吉塔都被那个强敌给杀死了 这时 贝吉塔提出疑问 如果未来地球和所有人都被那个强敌杀死了 那么他是怎么逃掉的 未来悟范告诉他们 当时贝吉塔用生命为他们争取了一次时间 悟空利用瞬间移动带他们走掉的 只不过时间太短 他们只有寥寥几个人活了下来 回想起当时的惨状 未来悟范忍不住握紧的拳头 而贝吉塔和悟空都陷入了沉默 他们发现事情越来越复杂了 未来悟范继续讲述 那个强敌的实力太可怕了 他一度突破到超级赛亚人2 可依旧连怪物一招都挡不住 在未来的世界里 那个怪物已经是宇宙无敌的存在 哪怕未来悟范后来突破到超级赛亚人3 也不是他的对手 未来悟范不听的诉说者 不停地发泄着心中的苦闷 这时 悟空开口 他一反常态地没有关注未来悟范提到的 超二和超三 而是问未来的世界里 还有什么人存在 未来悟范告诉悟空 未来的Z战士 只剩下他一个 另外的一个幸存者就是不马 至于悟空 某一次 贵物找到他们新居住的星球 悟空留下断后 让未来悟范带着活着的人走 那一战之后 悟空也牺牲了 这一次 未来悟范能够回来 也是不马借用各个星球的零件 打造出来时光机 他才能顺利回来 说完这一切后 悟范感觉轻松多了 他心中的苦痛太多了 这还是第一次可以跟人好好倾诉一番 说完这一切后 未来悟范表示 他这次来 是打算留下来 协助他们 他希望这一次可以改变历史 悟空长吸一口气 神情轻松起来 他认为 如果未来不可改变 那就没有什么好担忧的 如果未来悟范的到来 可以帮助他们改变历史 那就更没有什么好担忧的 接下来 他们只需要好好修炼 好好提升自己的实力就可以了 之后 未来悟范就跟着悟空回家了 他也想再见一下自己的母亲琪琪 而贝极塔准备去 之前神龙给他说的那个地方 根据神龙所说 那个地方可以帮助贝极塔提升实力 贝极塔利用瞬间移动到达地方之后 他发现这个地方不像是星球 而像是一个特殊空间 很快 贝极塔就在这里发现几个陌生人 贝极塔迅速降落下去 对面几人也立马警觉起来 一个个面色阴寒的钉着贝极塔 贝极塔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们 让他们把这里的宝贝交出来 或者告诉他 他们的老大在哪 对面几人听完 刚想出口讥讽贝极塔 贝极塔直接一发气功波射出 对面其中一人当场毙命 剩下的人齐齐一惊 随即纷纷怒吼出声 他贝极塔扑了过来 贝极塔不想跟这些弱机纠缠 他迅速消失在空中 等他再次出现 地上躺满了尸体 之后贝极塔继续在这个空间里飘到 他不明白神龙为什么要指引他来这个地方 与此同时 地球的某处研究所内 盖洛博士正在费尽苦心研究人造人 却迎来一名神秘客人 那人的突然出现 使得盖洛博士脸色大变 盖洛博士问那人是谁 是怎么找到这里的 那人冷笑着 让盖洛博士不用担心 他如果想杀他 他早就是个死人了 盖洛博士深吸一口气 缓缓开口 问对方找自己做什么 那人说 想跟盖洛博士合作 他可以帮助他改造这些不听话的人造人 盖洛博士眼神中闪过一丝一射 他问对方想从自己这里得到什么 那人淡然开口 他不但可以帮助他改造人造人 还可以帮助他统治地球 杀掉孙悟空 事成之后 他不会动地球一丝一毫的土地和资源 他唯一的条件就是 在盖洛博士杀掉孙悟空 统一地球之后 需要他的人造人帮他杀一些人 盖洛博士问他想杀谁 那人缓缓说出三个字 塞亚人 盖洛博士听到这个名字 瞳孔为说 他问对方是不是也跟孙悟空有仇 那人微微摇头 他告诉盖洛博士 自己要杀的不是孙悟空 而是所有塞亚人 盖洛博士盯着对方看了好一会 随即同意和对方合作 在达成战略合作之后 神秘人提出 他正在制作一件很宝贵的东西 但是由于制作过于苦难 他需要一个高智商的科学家协助 他希望盖洛博士能够帮助他 此话一出 盖洛博士也顿时来了兴趣 他就喜欢兴起复杂的东西 这些东西说不定会给予他更多的灵感 于是盖洛博士一口袋印下来 会到贝极塔这边 他在这个陌生地方大开杀戒 只是他好奇 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实力都不怎么强 到底对他的实力提升有什么帮助呢 就在贝极塔沉湿的时候 突然一道身影出现在他身后 一拳狠狠地轰在他的后背上 把贝极塔轰飞数百米才堪堪停下 贝极塔稳定身形 随即回头看向偷袭他的家伙 顿时他瞳孔一说 一丝冷汗从他的额头流下 那么未来乌饭说的强敌到底是谁呢 去找盖洛博士还做的神秘人又是谁呢 贝极塔在神秘空间遇到了什么人 订阅老辈下期更精彩